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圣人的笑容 她笑里藏刀 总是能让人不寒而栗 杀人时在笑 被抓时在笑 就连死的时候也在笑 然而这种笑容 才仅仅是她变态面的冰山一角 更变态的是 每到雨夜时分 她就会盯上那些落单女子 随后趁其不被一击敲晕 等再次睁眼后 女人会被囚禁到一处密室 任其百般羞辱却毫无办法 并且在肉体的折磨外 还要忍受一旁尸体的精神摧残 但别的恶魔都是很难抓到 可抓到她 却才是痛苦的刚刚开始 这天男人又盯上了一名猎物 将其敲晕后 直接就装上车准备带回家中 然而不凑巧的是 在回去的路上 一辆货车打滑 直直撞在了她的前面 这司机也是个不讲理的人 说着就要上前理论 先坑一笔维修费再说 但男人又岂会理她 一脚油门就扬长而去 司机很快报了警 但根据地上的轮胎印 很明显是司机的权责在先 即便是找回了对方 也根本算不上是肇事逃逸 原本警察老金也不想管 可路边的一部摔坏的手机 吸引了她 从外观来看 明显就是一部女士手机 结合着逃跑的举动 老金瞬间有了种不祥预感 他顺着车辆方向追去 发现其去过一处山顶后 又朝着市里的方向跑了 好在进市区的车多 老金在一处红灯前 成功将男人给截停了下来 眼看跑不了 男人索性也不反抗 乖乖地就被抓了起来 不过可惜的是 在男人车里 并没有发现任何女性尸体 整个车厢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出于警察的敏锐 老金叫来了见识科 果然在显像一照射下 发现了大量的血液残留 而且一看就不止一个人 一时间 老金高兴无比 还在为抓到杀人犯兴奋不已 但谁知下一秒 他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此时妹夫打来电话 询问着今天是否有见到他的妻子 老金没太在意 说可能是工作太忙还没下班吧 一会他联系联系便是 然而等挂断电话后 他却听到了一个极其熟悉的名字 老金顿时傻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在路边捡到的手机竟然是妹妹的 也就是说 受害者也是他的妹妹 老金再也安耐不住 冲进审讯室 大声质问着妹妹的下落 只是他越着急 反倒让男人愈加开心 没有办法 老金只能展开搜索 将男人的家里都翻个底朝天 只可惜 警方一共挖掘出了六具尸体 唯独是找不到老金的妹妹 就连路过的那片山区 也带人全部搜了个遍 这次老金是真没办法 他再次闯进审讯室 将怒气全部发泄了出来 老金想用暴力逼问出尸体下落 可男人依旧是那副嘴脸 顽围的看着眼前一切 老金的气势瞬间没了 他突然一个下跪 只求着男人能给个解脱 老金露火中烧 差点没忍住一枪崩了他 要不是队友们及时闯入 可能真就毁了自己一生 但老金是忍住了 另一个人却始终无法入眠 就在警方带男人还原案发现场时 妹夫竟持刀闯出 打算亲手杀了这个混蛋 不过 他也只能带着愤怒去毫无办法 老金也很难受 因为他知道 以韩国目前的法律判定 男人只会被判处最高权的30年无期 连个死刑都不会有 这也是韩国司法界的耻辱 所以说杀人犯被抓 这不是对杀人犯的折磨 而是对那些受害者家属们的折磨 那虽然辛辛苦苦工作 却帮国家养着一堆柜子手 任其潇洒地在监狱中活着 而像这样的真实案件 在整个韩国多得可谓数不胜数 这又何尝不是对国家的讽刺呢 可本以为结局就会如此 老金和妹夫都将带着怨恨度过一生 没想到两年后的一天 一切都发生了转变 在一处酒店内 一名黑帮老大被人连捅数刀 很明显是帮派之间的内部斗争 而最有嫌疑的人 无非就是上一任老大了 因为只有现任死了 上一任才能重新掌权夺回位置 但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 上任老大由于被出卖 此时已被关在了监狱里 更不可能有杀人机会了 不过有一点 前一阵老大母亲去世 他专门特事了一天参加葬礼 只不过和案发时间差得有些多 并算不上什么重要线索 原本老金也没想着能查出什么 可当他回看葬礼录像时 却看到了一个人和老大接触过 而这个人正是自己的妹夫圣贤 老金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他没敢把信息透露给对立 而是一个人准备找妹夫问得清楚 但两年未见 圣贤却变得尤为警惕 刚一见面就转身而去 两人一路狂飙 穿过逼子小道 冲过飞驰街头 直到一个死胡同内 实在无去路 然而 当老金看清楚圣贤模样时 整个人却再也不淡定了 一个曾经思思文文 任谁看了都是老好人的妹夫 如今却成了目光空洞 连杀人都敢坐得跪着手 一时间 老金有些恍惚 圣贤的改变又何尝不是他的错呢 作为一名警察 结果妹妹保护不了 凶手得不到惩戒 更是连一个交代都给不到妹夫 或许是出于愧疚 看着妹夫的离去 他却没再追赶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计划也开始如期进行 原来圣贤和老大做了笔交易 圣贤替老大解决外部矛盾 老大则在监狱中 替他解决掉杀人犯 以此达到共赢的局面 而老大也是说话算话 趁着男人洗澡时 直接展开了一场厮杀 没想到的是 男人就好像不怕疼一样 任凭如何打击都毫无反应 两人你来我回 老大还是渐渐落了下风 老大倒了 男人捡起匕首 一刀刀就刺在了其胸口上 久违的血腥感 也让他变得无比兴奋 好在狱警及时赶到 这才将两人分开送往了医院 不过老金是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 他调查过这老大 此人是用刀高手 想杀一个人简直轻而易举 怎么又会落得个如此狼狈下场 老金想逼问出幕后真相 但老大却死咬着啥也不说 然而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就在这时 医院内突然响起火灾警报 所有人都开始疯狂地向外撤离 听到动静的男人也不装了 他掰断自己拇指 强行将手铐给脱离了出来 等警方察觉出问题时 一切都晚了 原来老大和圣贤的约定 并不是要将男人杀死 而是要将其给放出来 因为也只有这样 圣贤才能绑走男人 以此逼问出妻子的下谋 虽然计划危险又大胆 可尸骨未寒的妻子 就如同梦摩一样 天天缠在圣贤心里 两人来到了山上 一处他妻子消失的地方 圣贤请求说 只要能告诉我妻子位置 哪怕是放了你也可以 男人笑了笑 虽然不信 但还是带着圣贤前往深处 或许是想开了 男人竟真的来到一处位置 并表示尸体就在这下面 只可惜秀贤还不知道的是 男人埋尸体的时候 不仅仅是埋了尸体一个东西 还有一把衬手的武器 很快 老金带着警队赶了过来 不过妹夫却是再也睁不开眼了 而这种离别的愧疚 恐怕要伴随老金一辈子了 在几番追逐后 老金成功抓到了男人 他一脚将其踹翻 所有怒火都化成了拳头疯狂落下 但这还不解气 老金捡起一旁石头 当即就要砸死对方 不过就在这时 却被赶来的局长制止了 老金懵了 一个杀人犯不该被枪毙 反而要击毙他这个出格的警察 这就是法律的世道吗 伴随着一声枪响 所有不甘都被击得粉碎 好在只是打穿手臂 老金并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 绝望的内心又该怎么挽救呢 想着妹妹的遭遇 想着妹夫的改变 老金再也无法维护司法 必把夺过队友的枪 一枪就打在了男人脑袋上 也打出了他的人生 影片最后 妹妹的尸体找到了 老金按照刑法被关押了起来 只是回头看看 他又有什么错吗 自97年以后 韩国就废除了死刑制度 意义上是对人权的一种维护 但相对于杀人偿命的观念来说 这无疑是对受害者 也是对警察的另一种打击 从老金的行为不难看出 他一直在维护着法律 维护着心中的司法制度 但就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 最后还是打破底线 实施了以暴制暴的人性方式 可想而知 民众对法律又怎会信任呢 圣贤作为一个普通人 又怎么寻求心中的公平公正呢 我很庆幸 庆幸自己出生在一个 司法完善的国家和时代 不是因为我们有死刑 而是因为我们天理和国法相依 人情和天理相伴 每一个坏人做事前 都会让他们知道 犯罪的成本有多大 也让群众知道 法永远不会向不法低头 而恶人的结局 只有死路一条